- 下一位黑貓,黑貓你開麥,黑貓 - 哦,啊,你好,你好,我介紹 - 黑貓你好,藍安幾歲哪裡人? - 呃,5880後,湖北武漢 - 湖北武漢,您上次有那個,上一期你有Coin對不對,我有印象 - 嗯,對,對,我有Coin過 - 你家是做葛舟爸的對不對? - 對,是的,是的 - 好,來,那您現在是,呃,今天想要說什麼? - 你是,你現在是在武漢嗎? - 不,不,我現在在加拿大 - 你在加拿大,OK,OK,好 - 對,我現在是,我這次想說一下 - 就是說關於就是08年奧運會那個,呃,那個聖火傳遞的那個事情 - 當時不是在法國鬧的特別大嗎? - 那個時候我在法國留學 - 我當時是不在巴黎 - 哦,OK - 我在那個,呃,法國的南部 - 嗯,然後當時就是,呃,整個就是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是在,呃,就是抹黑北京奧運 - 當時也是比較年輕,大家都特別生氣 - 嗯,然後就,呃,他們就是做那種歡迎儀式 - 然後就有那種藏獨的鬧事 - 其實問他,你知道西藏在哪兒啊? - 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就是非要用那種很,很粗比的話來激怒我們啊 - 嗯,當時那時候年紀很小啊,也沒有像現在那種網絡那麼發達 - 因為以前在法國他們有一些地方的網絡是特別不好的 - 嗯,所以後來有一些人就跟他們發生衝突啊 - 呃,然後後來就後來學聯 - 就是我們那邊也有那種學生聯合會 - 就類似有點像學生會 - 它會是一個比較鬆敞的組織 - 但是他也是會幫忙聯繫一下 - 會告訴大家說不要這樣會引起一些危險啊什麼的 - 因為那些人是有組織的,我們當時都以為那些人跟我們是一樣 - 也是就是從心裡認為他是中國不好 - 嗯,那個奧運不好怎麼樣怎麼樣的 - 呃,但是其實並不是的 - 是那些人是有組織的 - 我們現在就可能懷疑可能就是CIA啊或者什麼的 - 當時到處就是... - 你是懷疑吧 - 他們對,懷疑 - 因為那些人很多他連西藏在哪兒都不知道 - 什麼都不知道,然後又是個白人 - 你覺得他會理解嗎? - 它不可能啊 - 嗯 - 然後後來他們倒是有一些還搞遊行 - 然後弄得很大 - 然後那些媒體鏡相報導 - 還弄那個就是那個旗子 - 黑旗上面把那個五環披成一個手銬的樣子 - 到處發雪山,到處發雪山獅子旗 - 在學校裡面的那個公告欄裡面貼 - 反對北京奧運啊什麼的 - 當然我們看了就會撕,撕了 - 他們又貼就是這個樣子 - 還到處到老師的辦公室裡面去發 - 那個請問一下 - 你怎麼知道他們連西藏在哪裡都不知道? - 問啊,我們都會說法語啊 - 你問那些白人是不是? - 跟他們吵架的時候,OK - 對,跟他們吵架 - 就問你知道西藏在哪裡? - 西藏歷史是什麼? - 西藏姓什麼的? - 不知道就知道達蕾蘭啊 - 達蕾蘭現在在哪裡也不知道 - 西藏姓什麼也不知道 - 反正就什麼都不知道 - 就是要跟你吵架 - 就來反就對了 - 對,對,對 - 那個什麼雪山獅子旗是什麼玩意 - 他也不知道 - 反正他這個倒是知道 - 他知道雪山獅子旗是代表西藏的旗子 - 但是雪山獅子旗是打蕾蘭他跑到印度之後去弄了一個旗子 - 確實是藏族的旗子 - 這個他是知道的 - 但是其他的 - 你說西藏怎麼樣 - 他的歷史啊 - 或者是現在的情況一概不值 - 一問三不值 - 我就不知道 - 可是我就認為你這個不好 - 然後就吵起來 - 但是現在覺得很 - 是無用功了 - 因為人家根本就不在意 - 他就是為了抹黑中國 - 為了抹黑北京的奧運 - 對 - 後來當時那個不是一個殘疾人的火炬手嗎 - 當時那是已經鬧得很大了 - 然後來進行傳遞生活活動 - 他們還不是去搶嗎 - 那個是一個殘疾的火炬手 - 然後那個就搶了 - 後來被警察拉開了 - 這個電視上面全部都播了 - 大家都好生氣啊 - 然後後來不是就去遊行嗎 - 我們那個留學生就組織當地的華人 - 就是巴黎的 - 他們去遊行 - 遊行完了之後 - 他們那些人就搶那些 - 媒體的鏡頭 - 就弄了雪山四字旗 - 掛在那個地方 - 然後 - 後來當時有個很著名的一個照片 - 就是 - 當時有其他的中國人就跳到那個水池裡面 - 去在那個雪山四字旗前面揮舞五星紅旗 - 當時是一月份特別特別冷 - 那個水都是很冷的 - 他們就站在裡面 - 一直要把他們擋住 - 當時這個事情也是促成了當時後來那個網路叫做 - Anti-CNN - 就是那個時候大家才有一點感覺到 - 國外的媒體它是有偏向性報導的 - 它讓我們了解了其實國外媒體的一種虛偽 - 甚至外國人的虛偽 - 像我之前做我親身經歷 - 我之前去老師辦公室辦一件什麼事 - 然後就看到老師說他們有個雪山四旗 - 辦了我就特別不爽 - 我就說為什麼有這個旗子 - 怎麼怎麼怎麼 - 然後老師特別無奈的說 - 你不要這麼說我還在給你做事 - 我就閉嘴了 - 但是桌銘老師也是正中他們的觀點的 - 不然的話他不會把那個旗子放在桌子上面 - 你有沒有問一下老師你是不是要西藏在哪裡 - 我就說啦 - 我就說了 - 你都不知道西藏在哪裡 - 你怎麼這麼說 - 搞不好你老師都不知道 - 說了一大通 - 你是跟那 - 對然後老師就說 - 你就是跟你老師講是不是 - 他都不知道西藏在哪裡 - 我對很多人都 - 當時基本上都大 - 就是不能談這個事情 - 談就吵起來的那種感覺 - 了解 - 了解 - 可能他們看有一些外國人 - 他有一些法國人 - 確實 - 確實不知道 - 但看我們這麼激動 - 你就說好啦好啦你是對的 - 你是對的 - 他們應該都是 - 我相信你的老師也不是故意去黑了 - 但他們一定是 - 他們有他們的團體跟他們的社群 - 那所以他們的社群之間流傳這個東西 - 那他就耳如目染被影響到 - 也就是這樣 - 就是我相信是如此 - 對我認為也是這個樣子 - 就是說他其實對於法國人來說 - 西藏在哪裡啊 - 她不知道的 - 然後那些人就跑來就宣傳 - 然後說這個要支持我們啊 - 怎麼怎麼樣 - 他說好那我支持你就放在那裡了 - 而且 - 其實也就是對啊 - 那也是你 - 挺簡單的 - 你老師平常接觸的 - 可能也就是那些團體 - 可能他勢力也蠻大的 - 大概就是這樣 - 其實那個團體期間都沒有的 - 從來都沒有見過的 - 我要不是那件事情 - 我都不知道宣傳事情 - 就是以前從來都不存在的 - 以前都校園裡 - 就是很正常的 - 一個很和平的一個校園 - 然後突然這件事情爆出來了 - 突然好多人開始宣傳 - 到處拉棋子 - 就特別 - 當然就覺得身世好浩蕩 - 那我們一定要 - 告訴大家真實的信息 - 然後就吵起來了 - 其實那邊是有組織的 - 我們這邊反而是散裝的 - 所以你覺得他們是有組織的 - 然後後來 - 肯定是的 - 不然的話 - 我們其實是一個小三窩裡面的學校 - 大家平時搞學分都累得要死了 - 誰有空來管這個 - 對 了解 - 現在看起來很多事件 - 背後似乎也都有組織了 - 對 - 而且你想他還要 - 他還要硬旗子到處去硬 - 他還要去找這個事情 - 那錢從哪來 - 但是你 - 那些人都 - 但是 - 你請講 - 我目前 - 我之前也有研究 - 調查過一些這種背後的 - 那種勢力來源到底是什麼 - 比如說之前新疆的幾個事件 - 那什麼什麼 - 有一個什麼更好的棉花機構 - 貝亞特卡特 - 什麼什麼什麼 - 我忘了那個字是什麼東西 - 反正一個更好棉花 - 然後來抵制新疆棉花什麼 - 那他背後的金主 - 指射到一個機構 - 那那個機構其實是 - 美國國會下面下轄的一個組織 - 然後是那個貝亞特卡特裡面的一個金主 - 大金主 - 所以他不會直接導向 - 就算CIA或者是美國官方 - 他不會直接導向他們 - 他們會透過一個白手套 - 就是透過一個白手套 - 所以你抓不到他們了 - 是的 - 就是這樣 - 是是是 - 好 - 就是感覺當時就是一夜之間 - 就是整個法國的媒體的風向 - 就是不管是網上的還是現場 - 到處就在報啊 - 北京啊 - 沒有人權啊 - 怎麼樣怎麼樣的 - 嗯 - 其實平時從來沒有人提這個事情 - 他們就喜歡管他們自己的罷工啦 - 遊行啦 - 吵一吵 - 然後度假啦 - 他們管這些 - 法國人其實最封閉的 - 最愛罷工 - 對 - 所以那一次也算是造成了一個國外的留學生群體的一個意識的覺醒 - 我是這麼覺得啊 - 當時之前大家都 - 國外媒體肯定是客觀公正的呀 -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大家發現C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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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群體意識的一個轉折點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國外的慢慢的大家也開始有那種真正的華人的一些聲音 突然也有一些人開始辦一些網站的報紙 甚至還有辦那種法文報紙的 就是一點點的算是宣傳一下自己 不要讓他不明真相的大多數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做一些說一些虛假的宣傳 然後其實那些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了之後他就說你這麼說我就信了 那我們就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慢慢的開始 華語的當時是一個很小的留學生 留學生論壇慢慢的就變成一個整個法國的一個大的論壇 然後開始辦報紙啊 開始就有一些影響力了 也會開始資助一些法國當地的一些小的運動會啊什麼的 就有一些開始注重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了 因為以前在法國的華人其實很多都是打黑工的呀什麼 他們就只管賺錢什麼都不管 然後留學生就只管上課也什麼都不管 然後慢慢的開始就是有點參與了 因為那個時候有意識了嘛 覺得要出來站出來捍衛一下自己的權力了 是的 要讓大家要讓那些法國人知道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不是你們聽的那個樣子 從08年後 對後來慢慢的 我認識一個法國朋友後來他們就說說 關於國外的報導的話 那個法國的什麼法國的法國都不能聽的 因為都是假的 我後來聽他這麼講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也自己看一些網上的新聞 他說我們要全面了解 媒體是不能夠直接相信的 他也是有控管的 我就說原來法國人慢慢也有這種意思了 好 就是這樣 就今天給大家分享一點這個問題 好 謝謝 謝謝黑貓 謝謝你在法國的經驗分享 關於08年的那個強火炬的那個事件 非常非常輕盛經歷 再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當時很生氣嘛 因為那個事情在巴黎發生的 我們都說 我們要去巴黎 我們要做 做DJV去巴黎去聲援他們 後來德國那邊出了事 就是也是說去聲援 結果大巴出事了 後來學生就開始說 我們不要去不要去安全第一 我們還是以學習為主 後來我們大家就沒有去 結果其實大使館啊 一些當地的學生組織 還是很注重大家的安全問題 畢竟還是在外面 嗯 好 OK 就是這個事情 了解 好好 謝謝 謝謝你黑貓 謝謝謝謝 不客氣不客氣 拜拜 拜拜 觀眾朋友 是 感谢观看